大家好,欢迎收看很少千金 今天大盘跌51点 我现在在国际股市直稳 但是台股并不是因为这样的投资朋友 就是停止所谓的一个跌市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盘时 你要如何的一个操作 真的相当的重要 我现在8月份 我们跟各位提到的 你要赚钱一定要从哪里 你要从族群跟个股来做一个什么 来做一个选择 我知道现在大家开始又没有信心 之前这一波也是因为QE的问题 所以大跌了这一波 现在各位 这波反弹上来之后 它再一次的压回 还是QE的一个问题 这跟以前欧债的问题一样 都是一直在炒热这个话题 但是如果真的 这个地方看得懂排面的 每次趁拉回的时候 你做好准备 我相信未来一个机会才是最大的 今天各位 今天各位或许大家会跟你讲宏达店 今天很多人会跟你讲宏达店 因为宏达店今天拉到涨停板 因为它切入了中低阶的这个市场 好 那如果说今天各位 你去抢宏达店 或许你能够赚到钱 但是有一些老师 他是从高档一路抱下来 从250、220、230 我相信一路摊平下来 即使说真的 今天拉到涨停板 你还是在等解套嘛 你还是在等解套 我现在从这一波跌这么深 很多老师一路摊平下来 清何以堪 如果你从高点下来 这里都已经断头了 所以宏达店我不会跟其他老师一样 然后跟你讲说 那我们的宏达店 大壮我的宏达店掌停板 我现在这没有意义嘛 我也知道宏达店这里 他破底出大量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止跌的讯号 但是问题他能够弹多高 这是我们要去探讨的 我说你现在你要让他打底 打完底以后真的 他的一个营收 包括EPS能够让我们看到 他的一个机会 你再来买都来得及 所以现在他只是一个反弹格局 所以宏达店我今天要跟你讲的 不是说宏达店今天拉到涨停板 我今天要跟各位讲说 宏达店那当然 它是高价股的一个指标 而且是这一波 弱势的指标 好那今天各位你去看说 台达店今天拉 宏达店今天拉到涨停板 但是指数有没有涨 指数今天还跌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高价股 它不是这一波的一个主流 我现在这个地方你要听清楚 高价股不是这一波的一个主流 同样的3673的TPK也是一样 对不对 那这一波你看 我们之前跟各位讲 这个多市呢 之前的法人卖 而且融资一定要创高 而且股价持续在破底的股票 对不对 那目前各位你看到 TPK的融资 它还在高档 还在高档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什么 反弹那只是反弹 你强反弹的不会让你大赚 这里呢你一定要找出呢 现阶段的在排面上 它能够担当的主流地位的一个个股 所以你要了解说 大户困盘了八部曲 对不对 所以底部你要怎么做 这很重要 对不对 底部你要怎么做 真的很重要 那高档的这些股票 你如何的操作 那也很重要 所以黄军我常跟各位讲说 弱势反弹你一定要卖 那强势呢 拉回呢 那你要什么 找买点 同样在八月份 我们让各位去比较嘛 对不对 如果你跟我做 Oh my God 跟你去做TPK 各位 这一来一往是不是差很多 即使呢TPK止跌 但是各位 Oh my God 它还是继续涨 所以这个叫什么 买强不买弱 同样的道理 八月份 你跟我做呢 唐年各位 它是持续的创新高 但是呢大盘 它是一路在破地 所以这个就让各位去比较 对不对 Oh my God 一样 它是一路的在创新高 但是呢大盘 它是一路的往下跌 所以你要赚钱 这个地方你不能看指数 因为呢 你看指数呢 很多个股 好了买点 那你就会错过 我现在当时 我们也让各位去印证 即使各位 在这一波 你去 做观察 对不对 当时呢 8433这一波 对不对 五月份的时候 五月份 如果呢 你跟我做呢 好 来 各位你看到 这个叫实微 它是从底部刚刚上来 对不对 五月二十二号 你去看大盘 当时是8433 但是呢 你去看 对不对 你看实微 确实它的低点 对不对 大盘的高点 确实实微的低点 后来这一波 各位你印证到 是九个交易日 那是不是倍数的利润 所以红军 我就希望说 在这里 你还是要看整个 族群跟个股 那才是最重要的 我说你要在这个市场里面赚钱 我说每个月都有机会 现在呢 不是成交量呢 一千多亿 如果不是一千多亿的成交量 如果一千亿以下的量能的话 它不可能把所有股市 所有的股票呢 来来往上带 所以这里 只有一两个族群 这个地方呢 它有机会 我现在最近 各位你看到 或许呢 很多股票 它盘中出大量 难道呢 你去追 每次呢 你看到追高 它就跌下来 所以这个地方 你不可以看就黑 黑锅你把它开穿 这风险非常的大 所以做股票呢 不是呢 追高 或是呢 抢反弹 就能够让你大赚 做股票你一定要什么 在低档呢 你就做好准备 所以这个地方呢 你要赚钱的话 那你一定要把当业的主流呢 你把它找出来 那一档股票 我相信各位 你就是一个波段 一个波段的操作 你一个月到三个月 我相信你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才是呢 你真正要做的 那指数呢 在这里 各位也不用太担心啦 对不对 我相信 这是一个大区间的一个震荡 对不对 那如果说以目前呢 指数呢 已经来到了 7800点 这个位置点 来 同志朋友 今天最低 已经来到多少 已经来到7853点 好 那如果说以年限的位置点 在7787的话 那其实各位 这里呢 下达的空间 它也不是太大 但是在这里 因为这一波跌势 是外资卖下来的 所以你哪些股票 你该散开 这个你一定要知道啊 我现在7月份 我就在这个节目上 一路跟各位讲 我说呢 你要避开什么 你要避开呢 外资呢 持股呢 比较多的前置股 包括高价股 我那时候给各位的理由在哪里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说 道琼 已经来到历史的高点 所以短线上呢 随时呢 它有拉回了疑虑 所以呢 你这个地方 你一定要避开了这些股票 那你才能够什么 进可攻 退可守 而且 我说呢 那你避开了这些股票之后 那接下来呢 那当然 你要去锁定了 就是呢 在现阶段呢 它能够成为 排面上的一个主流股 那主流的特色 就是呢 能够创高 大挡小回 你只要呢 把这种股票 把它找出来 那一挡 各位 你就可以胜过十档 来 最近我们跟各位比较的 来 Oh my God 各位 有没有一路创高 如果呢 你看大盘呢 你要做个股 那Oh my God 最好的买点 你就没有办法掌握到 这个都是什么 底部呢 打了一段时间 对不对 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这个叫什么 这叫破底 穿头 所以这种破底 穿头股 朋友朋友 你一定要利用呢 再拉回 的一个时候 要做好准备 同样的道理 唐年 一样 这都是呢 底部 打底的一段时间 而且底部越电越高 我现在呢 各位 如果呢 你看大盘 你来做呢 唐年 我相信这一波 你就赚不到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事先 已经告诉各位 而且呢 我们也是呢 领先这个市场 把这个族群呢 把它点出来 所以 我说有钱人 那当然先相信嘛 但是呢 一般人呢 这个地方呢 投资朋友 都是呢 先看到之后 才相信 但是 等到你看到 那你相信了又怎样 各位你再看看 对不对 唐年呢 都已经从低档 这一路 这一段呢 已经事成了 来各位 你看到 Oh my God 那这一段呢 我们不要讲说 我们买在最低点 我们的这个地方呢 那呢 我们呢 买在一个确认的点 那也呢 接近了三成 在那个绩效 这个都是呢 每天在节目上 让各位去印证 洪金有没有事后论 洪金呢 我这个所在 到火车过 给你奔逼了 没有嘛 对不对 而且呢 我们都是事先跟各位讲说 那我们呢 那这个月呢 要做什么 对不对 那上个月 你们印证过之后 这个月 你又开始在印证了 虽然说合一 这个地方 各位 它 在打底 我相信我们在第一档 第一根红棒带你 带你买进 到现在 我相信各位 还在赚钱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同样的时间点 你去买宏达电 是一路点 那今天哦 它弹上来又怎样 你还是在等这套哦 所以 我说这里买对跟买错 那是不是差很多了 所以 接下来 那当然 你错过呢 Oh my God 唐莲合一 来 这一档 你要特别的注意 我相信呢 这一档成先起后 那如何的操作 那真的很重要 那这一档还在 底部的位置点 那也是说 现在还没有大涨 所以还没有大涨的股票 还在底部 那这个机会呢 当然相当的大 那这档个股 上半年呢 因为营收衰退 所以股价 它跌得很深很深 但是 就是因为股价跌深了 机器变低了 那第三季开始呢 投赵朋友 这个地方呢 营收开始在入账 而且哦 在整个呢 定端的能见度呢 这个人家呢 投赵朋友 那越来越高的同时 那你一定要在这里 你要做好准备 所以呢 我说呢 任何的行情 你要事先做好准备 不是呢 等到爆章媒体杂志 所有的分析师 都在告诉你的时候 我相信呢 投赵朋友 都已经来不及了 股价都已经来到高点了 等你认同的时候 你 这个人家你跳进去 已经在高档 一正当 我相信各位 你还是没赚到 就像说 3D列印 我们在事业中 送给各位 研究报告 就是要让各位了解说 这个产业 它的未来的机会在哪里 而且呢 我们把 最有机会的 这些公司呢 那我们也帮各位找出来 我相信呢 8416的10位当时 这个地方呢 它在做什么 做ABC的一个整理 我说呢 各位 初生段之后还有 初生段 来 那果不其然 各位你掌握到 对不对 那这个初生段的一个涨幅 有没有比呢 初生段的涨幅呢 它更大 所以我说呢 你做股票 你只要去 去掌握到 黄金的一个买点 那这一波 各位 很短的时间 你看到 那是不是呢 就能够在这个市场里面 能够赚钱 那我相信 10位呢 各位 到现在都还没有到 我们的卖点 股价呢 各位你看到 今天还在178 所以股票呢 在低党买 在高党 你是不是要舍得 做卖出 所以我说成功的经验 那当然 这个当然是可以复制的 来 这一次我们跟各位讲 对不对 第三方之乎 它的一个重要性 那最重要的股票 那我们跟各位讲 Oh my God 对不对 所以呢 各位等你看到消息 都已经来不及了 你一定要在这一个什么 确认的买点 你要做好准备 来 如果你等到说 它股价一路往上拉 再往上拉 投资朋友 我相信呢 各位 你看都已经拉出了 这一段了 而且 在震荡的同时 你要怎么去看 你如果的去观察 整个筹码 这很重要 这底部呢 刚刚上来 来到这个前波的 颈线的位置点 那当然 它要震荡 而且呢 各位你看到 趋势指标还在创高 所以我说 不用怕 对不对 隔天呢 各位你看到 是不是跳空涨停板 是不是跳空涨停板 所以呢 一挡股票 你要怎么做 就是呢 确认了买点 买到之后 各位 当天呢 赚涨停 隔天 各位 还是拉到涨停板 涨停板 你看哦 跳空 拉到涨停板 来 涨多了 利空出来 对不对 那我说呢 你要去解读 对不对 大摩呢 他看好 Oh my God 那你前面 你看的 跟他现在呢 这个地方呢 所做的 它是不一样哦 各位 那我们呢 趁拉回 跌停板 买一次 买两次 我现在呢 尾盘呢 有没有打开 隔天来 欧富宝 跨境网路交易 后准 你看到这样的消息 你是不是又跳进去 对不对 那跳进去呢 那各位 你看到 那我说呢 我们的获利 已经达到一个目标 所以一半 先获利卖出 因为当天 这一根量太大 所以呢 我们先卖一半 但是 我跟各位讲什么 涨势还没有完 对不对 我们低档买 高档带你出一趟 来 今天哦 你看 那再买回来 一半呢 我们昨天卖出的 那今天再买回来 那我相信各位 这个价差 就做出来了 所以我说 做股票 在这个地方 你除了说 你要领先市场 去找到 这些好股票以外呢 那在操作上呢 你也要 相当的一个灵活 我现在这样呢 你的会员 跟着你 才会呢 有点信任感 如果呢 不是啊 有很多老师 对不对 每天呢 急急盈盈的 想赚涨停板 每天呢 你看到 那一档股票 涨上去 就带你追 你看 每次追 都是追在涨停板 每天呢 多有不同的涨停板 我现在会员呢 每天哦 那每天追了 很累 但是呢 又赚不到钱 但是洪迅我们不一样 我们一档股票 我们呢 认为它还在低档的时候 我们可能呢 每天呢 那如果真的有拉回 就帮你找机会 一档股票 我们有时候呢 也可能布局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嘛 对不对 但是呢 有一些呢 可能它发动比较快的 我们布局了一天两天三天呢 它开始往上拉 我相信呢 在这里呢 不管怎样 洪迅我一定事先 在低档 带你做好准备 那下半场呢 我们跟各位讲说 那接下来大盘的拉回了 那哪些股票 的一个机会 你如何的去掌握 这相当重要 我们等一下回到现场 无冰无净的格局 百年已遇 一生难得 大气尺度超越向下 豪宅中的传奇 中月上宁院 10313131770 铃链链铛铐蝠 prop 第三方支付概念股研究报告 欢迎您来索取 十万活级 第三方支付概念股研究报告 服务专线 02-7725-8899 7725-8899 轮远投顾 累积人生财富 轮远投顾 资付尊线 02-7725-8899 轮远投顾 红投资长 欢迎您索取 十万伙级 第三方支付概念股 研究报告 欢迎您来索取 十万伙级 第三方支付概念股 研究报告 服务专线 02-7725-8899 7725-8899 轮远投顾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吹起听 请用起听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够好 理财周刊 赢家日报 让您掌握 当日股市动向 火线强股 及每日盘施分析 为庆祝理财周刊 周年庆 即日起至8月15日 开放来电索取 免费体验赢家日报 索取专线 02-2392-6680 数量有限 要强要快哦 欢迎回到现场 我说操作真的 不能人影亦影 很多人很喜欢看消息 来操作个股 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没有去观察说 一档股票 它是在高档 或是在低档 就像之前我们跟各位提到的 就像低润的股票 对不对 我说为什么华邦店 当时我们能够在低档带你买 而且我们适时的在高档带你出 因为我们买的时候 那低润的报价 它是持续的 难道一路的往上涨 但是难道高档呢 你看到爆章媒体杂志都告诉你 低润呢 哇 你看到 它的一个涨价位置 但是 我说呢 你买在这里 但是 后来呢 消息告诉你什么 低润的报价开始往下掉的时候 那你还抱着这些个股 你看到 那是不是一路的往下报 所以做股票啊 投资朋友 不是看消息 就能够让你大赚 同样的道理 台积电 台积电的最高点 那也是呢 它示范利多的一个点 后来各位 你看到是不是一路跌 甚至呢各位 这做量级的股票一路在破底 那这种前指股 包括呢 像这台湾50呢 各位 都迟在破底的话 那当然这个大盘呢 在这里 它就会一路的往下跌嘛 所以你一定要去闪掉 跟这些呢 指数呢 比较有联动的这些个股 我说八月份你要操作的 一定要不占指数 但是不占指数也不能说 那随便的拿一档 那你就把它买进去了 也不是 同时我要告诉各位的说 你要买这种不占指数的 这些个股的话 那当然至少 它要有高成长 对不对 或是呢 在这个地方 它有题材性 那包括说 它的一个筹码 相当稳定 因为现在大盘呢 它没有量 所以没有量呢 这个地方你所选择的 这些个股的话 这筹码呢 一定要相当安定的 如果说 像TPK呢 即使它跌升反弹 对不对 很多人会去抢反弹 但是以目前融资还在高档 我相信各位 那这种股票 那你认为 它会涨多高吗 你只要去想这个问题就好 所以我说 在这个地方呢 你的操作 那当然 如果你错过呢 黄金买点 那当然 你是等于错过 整坡的行情 但是 有些股票呢 在这个地方 其实 它的涨幅不是很大 但是 未来呢 它的一个机会呢 还很大的花 那你要趁什么 拉回的时候 那你要赶快 做好准备 因为像合一呢 它在低档 做到震荡整理 但是 它 在这个地方 时间点还没有到 所以 还没有到它 前面呢 拉抬的一个 时机点 所以持股呢 那当然 你就要忍住 那 八月份 我们跟各位这样 重要的 像台日钥匙合作 其实呢 现在包括呢 1789 各位 这个你看都大涨一波的 这个都是呢 这个都是什么 有要事合作的一个厂商 那最重要 跟各位讲说 就在这一块嘛 对不对 就在这一块 那你也看到 当时唐年还在低档 还在低档 同学有没有叫各位呢 要赶快做布局 对不对 那后来呢 有没有一路大涨 有没有一路大涨 所以 你在低档 你能够 能够 适时的 领先市场来做布局 那这里呢 各位你看到 我们在这一次呢 来到下段 趋势也告诉你 它有一个压回的点 你要赶快来掌握 如果你不掌握 各位你拉上来 你看到 那这一段呢 是不是又四成 最近最近四成 所以 我说呢 在整体的一个操作 你要去看 对不对 到这里的时候 各位 你再追 那是不是都来不及了 都来不及了 就像说 来 利多出来了 利多出来了 各位 利多出来 又怎样 对不对 你去追 它是开始要震荡了 所以做股票呢 在这里 不是说 那在低档不敢买 等到来到高档 利多出来 那你再去追 那一震荡 我相信呢 你还是赚不到 你还是会去杀低嘛 所以 你错过糖年 在低档买 没有关系嘛 我说现在 有没有像 之前 好像意态一样 对不对 底部电高 那我们呢 赶快布局 因为比大盘强 因为大盘拉回来 个股才有机会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各位你看到 如果你能够做好 这样的一个准备来 大盘拉回来 那你能够去 去买这种呢 底部电高的股票 那未来机会才是呢 最大的 来 那同样的 对不对 微创手术概念 这一档呢 它是底部慢慢电高 底部呢 慢慢电高 但是你看到 像郁金光这个是什么 趋势 它是走空的股票 所以同样的一笔说 这些个股 谁是抢 谁是弱 我现在呢 你要分清楚 来 现在已经整理到末端 你要好好做准备 那短波股 那当然在这里 有底部的这些个股 那你还是要 根本来掌握 对不对 我相信呢 这个多事呢 未来 在整理来讲的话 它是呢 比较有机会的 对不对 这个还在底部的位置点 你看第一季呢 都已经能够这样赚了花 那未来的一个机会 它相当的大 我希望呢 这些个股呢 下个礼拜呢 你等一下 跟我们做好准备 如果你认同 我们的一个操作 既然呢 想要了解呢 这些个股呢 我希望 打通电话跟我们联络 我们明天同学间再会 并自负投资风险 生田药庄高纯度 玻尿酸面膜 生田药庄 人员头库红投资长 欢迎您索取十万伙集 第三方支付概念股研究报告 欢迎您来索取十万伙集 第三方支付概念股研究报告 服务专线02-7725-8899 7725-8899 人员头库 人员证卷头库 以打造台湾 成为理财幸福岛为最大面景 为提供最专业的服务 不习重金严览业界顶尖的分析师 绝对值得您用信任托付 让最懂理财的团队 替您做好精准的分化 找出最佳的买卖点 帮您赢得灿烂的余生 留言投顾致虎传线02-7725-8899 7725-8899 奇怪 都没有要吃 我都没有要洗 这玩意儿 再洗不洗不洗不洗 钱就像在放水了 够阻给它烤鱼模式 如果你困的你还用不乱